我们才不叫厦门岛 叫厦门了 对吧 它岛一定是岛 青岛为什么不是岛呢 是因为青岛原本是一个小岛 是在今天青岛那个位置 还中间有个绿色的小岛 所以叫青岛 德国人租赁了骄傲这个地方以后呢 觉得青岛这个名非常美 非常美丽 所以引申为后来这一大片土地都叫青岛 德国人在那这样建设了多少年呢 只建设了15年 我们今天去青岛去到处都是德式建筑 我们可以看到11百年前啊 德国人留下了很多痕迹 比如我去青岛啤酒厂啊 100多年前 德国人在那 等于是在中国建的第一个啤酒厂 你知道我们国家历史上是不喝啤酒的 我年轻的时候还管啤酒叫马尿呢 对吧 不喝啤酒 那么是德国人把啤酒引进的中国建立了青岛啤酒厂 如果没有当年的德国 这个德国人在青岛建啤酒厂 那今天的青岛还是卖他那个吉莫老酒 还是喝中国的那个老酒 青岛啤酒厂所有当年德国人做的设备 今天全可以应用 照常向有100年了 德国人做事非常严谨啊 比如他上面有炮台 他那个炮台当年是防御日本人的啊 那个那个炮台嘛 60吨重的这个铁的炮台 今天不锈 一个人还可以推动他 可见当时的工艺之强 德国人做事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严谨的民族 比如我们传着青岛的这个下水道 你知道他下水道是什么样的吗 我们的下水道为什么老是堵里头脏兮兮的 人家的下水道为什么干净呢 很简单 他的设计原理 我们的大部分城市下水道都是一个圆桶状 对吧 那么一旦这个这个雨水下来 我们知道我们的城市经常很很脏 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污垢 烂七八糟东西全带到下水道里去了 那么一进入下水道呢 水流啊 下面是圆的 是这样的啊 那么底下色啊 水流同样啊 重物就往下沉 这一沉就堆积在这 有越越高越高 所以一般下水道下半部全是这个污垢 德国人设计的这个很好 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鸡蛋型 尖头冲线 底下这一部分是既有磁砖 是光滑的 那么当它水和污垢进入这个下水道的时候呢 它上流的水比下流的水慢啊 越往底下 它越尖 它速度流速就越快嘛 这样就把底下的东西全都带出去 所以它的下水道就非常合理 非常干净 使用一百多年 全中国城市不论下多大雨都不会淹的 就是青岛 那我们在今天到青岛去看啊 大量的就是当年的建筑依然保存在今天 我们一百多年来拆了很多 德国人只在上面建了15年啊 到这个一旦爆发的时候 德国人边墙墓急跟日本人干仗 干不过日本人 日本人就把这个青岛占了 就一百多年前啊 那时候施工远不如现在有这么多这个设备 你比如你去挖一个沟 给房子这个挖地基 挖一个很深的槽 你用什么挖啊 都是人工挖 不是现在都是那脑子啊 蓝翔的那脑子去挠去 对不对 它都是人工挖 那它怎么能在15年的时间内 做了这么多事情 而且做的质量这么高呢 我原来百思不得其解 以今天的建设速度啊 我们都很难理解一百多年前啊 德国人在那在青岛15年的建设速度啊 建了这么多的建筑 现在毁掉的是绝大多数 剩下已经还有很多 包括青岛土球场 那么当时他有什么样的动力让他这样去建设呢 我跑到青岛博物馆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去读那些文字 在这个文字中呢 我就看到了苏斯马迹 德国政府啊 当年跟青岛政府签完交澳条约以后 他把青岛的建设列为了德国的国家预算 每年三千万的马克啊 一百多年前的三千万马克是巨大的数字 他列为国家预算呢 是当时把青岛呢 是当他自己的事情来做了啊 所以青岛的建设呢 就超出了我们对他的一般估计啊 我们一般说叫中国人的概念 就是做事没那么认真嘛 就觉得我租个地 我差不多盖俩房子 赶紧赚钱就得了吧 干嘛要把它做得那么好呢 是因为当年的租约非常长 一个世纪的租约 可是这个德国只在那做了15年的建设 跟日本人交火啊 一战以后 德国就被迫退回他自己的本土 就把青岛扔给了日本